所以当时这块地我们说面粉 贵国面包这也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从2007年拿地到现在 华润质地的这块地已经接近两年的时间 不过昔日的地王如今杂草丛生一片荒凉 丝毫看不出任何动工的迹象 记者了解到像大兴17号这样被闲置的土地在华润公司还有很多 据统计 截止到2009年9月底 华润质地公司的土地储备多达2530万平方米 在全国开发商中排名第8位 如果按照今年预计的销售业绩来计算 华润质地的土地储备足够开发10年以上 他在08年的时候拿地的数量是他销售数量的8倍 在09年的时候拿地数量也是他销售数量的2到3倍 也就是说他的拿地的速度远远超过他卖房的速度 像华润质地这样疯狂拿地和囤地的开发商 在中国到底有多少 他们囤积土地的数量究竟有多大呢 这方面我们也做过一些了解跟踪 那么的确就这种情况在不同的城市 在全国应该是比较普遍 而且数量是非常可观 098年到08年这个4年期间 用于房地产开发的土地的购置面积 是这样的出浪的面积了 这个是31亿平方米的大数 那么截至到去年底 这个实际开发的数字呢是19.4亿 也就是19亿的样子 那么实际上也就是说还有将近12亿平方米的地呢 是全日没开发 经过了这样的梳理之后呢 其实我们已经看得非常的明显了 土地市场和商品房市场的工序链条 在房地产开发商的手上被死死的卡住 一方面他们把大量供应的土地捏在手里 成为不断增值的资产 而另外一方面他们又在商品房市场 人为的制造紧张 抬高房价 获取更高的利润 这两本账怎么算开发商都合适 其实对于闲置土地处理的相关政策 早就已经出台了 这些法规白纸黑字的写在那 可为什么我们依然看到开发商 还是敢明目张胆的大肆囤定呢 在北京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陈国强看来 企业之所以敢于大规模拿地和囤地 是基于利益驱动 而地方政府纵容这种囤地的行为 同样也是利益驱动 它也实际上也有很多的顾虑 因为有利益的考量 然后有和企业关系的 具体的经办人或者相关的官员 可能跟这些地块背后的这些项目 都有千丝万语的这种利益关系 所以这个事情就没办法操作 在舆论压力下 今年8月广州市国土局 对闲置两年的广州中策公司 拥有的帝王进行了处理 土地收回的同时 中策公司8000万元保证金被宣布没收 不过在业内人士看来 8000万元保证金 只相当于44亿元土地转让金的不到2% 这样的违法成本实在太大